你们这是去哪里啊 回家 回家有多远呢 我们的青山鱼 快接着一路 我有车 我把你们送过去好吧 小林说 这是他在封城后 遇到的最动人的一幕 七十多岁的爷爷 推着轮椅上的奶奶 走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 按照他们的速度 他们需要走三个多小时 小林遇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走了一个小时 他一开始他说 没事可以走回去的 然后可能我一开始 说的是普通话 会有一点距离感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武汉话 然后一下距离就拉近了 他们从中医院出来 对 中医院是定点收治医院吗 我不太清楚 可能是吧 不管是不是 万一他们要试怎么办 你的确是心疼他们 这不假 首先他们在车上的时候 我是打开窗户通风 然后他们在下车以后 我也是做了就是酒精消毒 还有就是 其实我每次车上带的人 陌生人 我们一定不会是 面对面的去讲话 再一个大家其实都戴了口罩 就是所有的这些措施 我是觉得是可以预防的 陌生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